哇 这里非常的压抑啊 说实话 今天是我们百国旅行的第103天 我们经历了此生都难以忘记的旅程 睡了个懒觉 起床洗漱 吃完早餐我们就出发了 阿萨德换一辆越野车来接我们 据他所说 我们今天去的地方路况非常差 小车难以到达 但是风景却非常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去我们的下一个景点 我们好久没玩过景点了 想这么景点也算是 一路上周围环境荒芜的难以想象 这是在海岛上 有那么一刻我们仿佛像是穿越到了新疆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给一座座高山留下了无数条褶皱 起伏的山势和纵横的沟壑 在烈日的照耀下 就像是一波又一波的热浪滚滚 加之颠簸不断的路况 让人感觉焦灼难耐 大家不约而同仿佛都是因为炎热 而在车内坐立不安 此刻 阿萨德四次打开了音乐 女歌手干净 且复用磁性的嗓音 在车内环绕 一下就缓解了我们的烦躁 阿萨德甚至变得活泼起来 跟着音乐不断横唱 手指有规律的打着节拍 拉着我们下车寄信舞蹈起来 果然音乐是治愈心情的最好良药 车继续向前 道路边上散落着细碎洁白的晶体 我们到炎洞附近了 你看这到处都是炎 其实这不算是个景区 没有售票亭也没有围栏 我们下车后就这样大摇大摆的 在里面随意走动 你知道吗 今天这块地可被我们包场了 其实到这之前 我们都不太清楚今天的行程 只知道阿萨德要带我们去看一个神秘山洞 那里有的世界上最让人惊叹的炎洞窟 这是最长的山洞 6.5公里的几公里 水进入山洞 但是这里因为空洞 或者不知道 这些地方是破坏的 现在是两山洞 一山洞 一山洞 所以从这边外出 水和砂洞 到海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走了一会儿 巨大的山洞入口在我们眼前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伊朗人给我们地上了头灯 和阿萨德简单说了几句便离开了 现在我们进去看看 里面没有任何灯光 一副完全未开发的状态 山洞顶端全是如中午时一般的白色颜结晶体 从洞顶垂下 形状各异 千枝百态 它从冰水或温度 你知的水 它会吸引温度 它会慢慢来 然后在这里 它会变得比较 比较长 要要要要 然后接下来 同样的水 同样的过程 但是这次是离开 因为它会破坏了这个 它会再溶掉 再溶掉 再溶掉 所以这个过程太长了 那样的过程可能是50年了 每周几步 洞内温度开始逐渐上升 喉咙变得干渴难耐 身上渐渐渗出汗奶 忘记带水真是摆命一疏 这里面还有一条 盐盒 这个盐盒 如果说你把手啊 就是这样子放进去 5分钟 手就会直接结成白金状 走吧 我先尝尝 盐熬到手哈 嗯 应该会蛮伤的 我尝一下哈 我尝一下 我操 小朋友们都给嫌哭了 它是硫磅 硫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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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渐低矮的洞顶 让我们感觉前方道路愈发漫长 哇 这好神秘哦 这个东西 卧槽 两个还不太敢进来 终于走到了尽头 正想快速返回梨洞喝水 所以是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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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再进去啊 对 没想到阿萨德叫住了我们 子勒子前面告诉我们前方还有路 我们困扑的左顾右盼 始终没有发现路在何方 只见阿萨德两手蹭地 身体趴平在地上 像我们子勒子前面一个高度 大约只有30厘米的缝隙 只要穿过这条大概七八米左右的路程 我们就能进入到更大的洞窟之中 我现在要留在这里 知道吗 我好害怕有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们要从这个洞穴里面钻进去 就从这里钻进去 哇 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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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确定 但是我 但是你可以 你不太胖了 可能我可以 好 我试 你还好吗 是的 好 我已经到了 太厉害了 乔石的身材没有办法穿过这条缝隙 只能遗憾地在外等候 于是我和阿萨德决定进去 一探究竟 哇 这里非常的压抑啊 你不要说实话 我可以把你背出来 我告诉你 不要在这里停留 我感觉他妈的 这里有约碧恐惧症的人 是绝对绝对不要进来 哇 好窄 It's a waste here damn shit 你自家整理 我觉得我真的爬不进去 太窄了 这个算了吧 等他们吧 你们看这上面这里 就是这块 他们从这里爬进去这个地方 这上面其实感觉 它不是石头 知道吧 是岩金 所以很不妥当 如果说有水侵蚀的话 很容易就把这条唯一的路 就给封掉了 哇 操 他们居然勇敢爬进去 胆子太大了 这个颜色 雷儿真他妈勇敢 我去 他们在那很惊叹 我他妈爬不过去 我是不是 我他妈一个人就待在这了 跟在阿萨德身后 我的背部紧贴着锋利的岩洞顶端 整个洞 就是治疗你的那种 就是呼吸不顺畅 然后呼吸急促 什么的 说不定这个 我早点来 我就不会得新冠了 里面的温度变得异常的高 盐和硫磺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看不到一丝的光线 你们看到 就我灯光了这条线路 就是河流的线路 从这里走走走走走 一直走到海洋 外面的海洋 我和阿萨德只能摸索的 才看洞内的情况 借助微弱的头灯 我们看到了眼前 如透明冰糖一般的盐结晶 我的头不小心把这个撞下来了 你知不知道 你破坏了十年 十年 十年 我的头毁了一个十年的小盐检 大约停留了几分钟 我们就返回了 再次爬回去的时候 好几次都怀疑我背上的岩石轰然倒塌 将我深埋在黑暗中 见到乔什的那刻 甚至有哭出来的冲动 阿萨德找到一处空地 带领我们闭上眼睛 开始冥想 第一次完全屏蔽声音和灯光 让我们处于极度放松的氛围 仿佛回到母胎之中 一切喧哗和躁动都离我们远去 只能听到自己心脏强有力的跳动 然后我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冥想 你知道吧 就是冥想能让人放松 能够让你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当一切万奈俱进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 你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在都市生活 真的很少有这样子 完全黑暗 完全静音的这种环境 让你完全全的放松身心 什么也不去想 什么负担也没有 你知道吗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离开岩洞之后 我们人久久不能平静 如梦似幻的感觉一直营到在我们脑海 其实真的要感谢阿萨德 对 Thank you so much 感谢他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次奇妙的体验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坐在洞口外边简易搭建的小棚子里 返还了头灯 还给了点小费 本地人热情的招呼 我们享用了咖啡和茶点 小气了一会儿 一起喝茶的哥们儿 极力邀请我们坐摩托去海边逛逛 那就恭敬不如宠命 我们挤上摩托就出发了 他带我们不要坐摩托 他带我们坐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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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就像天上落下了闪亮的钻石 又像是被揉皱了的蓝色颈断 我们思议的大声欢笑 就连螃蟹也在好奇的 看着眼前奇怪的人类 看着我们的 噓 小腿线 骆驼在远处悠闲的嚼着嘴巴 对我们的到来无动于衷 带着淡淡海腥味的海风 吹拂着我们的头发和面颊 让人神清气爽 和刚刚在岩洞里 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 心情起伏 我仿佛如过山车般刺激 回去的路上 再一次思考老生常谈的问题 旅行是什么 旅行是给我们重生的机会 让我们曾经看腻了的风景 在许久之后再见 会有全新的感受 找到看待事物的另外一种态度 也许旅行中有时会感到失望 有时会感到倦怠 偶尔还有一些无趣和痛苦 但是所有的这些回忆 在某一天不经意想起 在垂垂老以时依旧能颤动内心 也许 这就是旅行吧 下一集 阿萨德准备宴请我们吃顿海鲜大餐 我们买了五斤螃蟹和大虾 他的妻子用本地方法为我们做了一顿 超级美味的海鲜大餐 然而费用我们却惊呆了 最后记得点赞转发投币三连 我们会陪你走过八年的时光